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實在打掃家裡的時候 很多父母都會很困擾 因為在整理房子的時候會發現 整理小孩房是很困難的 因為小朋友 尤其是年紀比較小的小朋友 他們很不受控制 我自己有兩個小孩 蠻理解這種痛苦的 只要掌握幾個小小的窍門 就算是有孩子的空間 也可以整理得很有效率 玩玩具找個家 收納小孩房 就是要小朋友動手去參與 那我們可以利用不同顏色的收納盒 對他們來說也會比較有特點 可以幫助他們記憶說 什麼玩具放在哪裡 把收納配遊戲 我覺得分門別類的觀念建立起來以後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要讓小朋友養成物歸原味的習慣 那我建議家長呢 可以把那個收納的東西 放在隨手可得的地方 除了很便利以外 也可以加強小朋友的習慣 如果你跟他比賽 誰最快把汽車放在收納盒裡面 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一定要很認真跟他比賽 那小朋友也會跟著很熱走 其實另外一個啊 我蠻推薦的方法 就是劃分區域 你可以利用地墊 或者是帳篷 然後把小朋友遊戲的區域劃分出來 那在這個區域裡面 他們就可以盡情玩耍 可是呢如果超過這個區域啊 就要隨手整理 小朋友常用的畫畫工具 常一不小心就搞得很亂 那就是這邊一堆那邊一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幫小朋友準備收納盒來分類 這樣子就可以一目了然的知道 這些東西放在哪裡 然後烏龜原味的話也會很方便 我還蠻推薦就是替小朋友準備收納推車 或者是收納欄 比較大的小朋友啊 他不可能只有在他自己的房間玩 他可能會去家裡的各個角落 這個時候呢 如果幫他們準備一個方便移動的收納推車 他們可以到各個地方去玩 家裡面也可以避免到處都是玩具 請記得按一個訂閱 然後請按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